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随着善才童子 最后的第五十三参的内容 也就是普贤菩萨的境界 普贤菩萨的解脱境界 我们来了解善才童子参访普贤菩萨 这样子的大菩萨的大恨菩萨的这种大愿行 这样子的内容 从我们上一次 就是由文殊菩萨的善巧的教化 善才童子开始观察 然后就听闻到普贤菩萨的 他的圣号 然后他就知道 他要参访普贤菩萨 所以我们就看到普贤菩萨的 普贤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善才童子他就看到十种类像 也就是看到一切菩萨的这样的清净境界 我们从善才童子的这样的参访的内容 我们也从经文这样的境界 实际上也就是为我们种了这样的一个种子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证悟的境界 我们也没有实质看到 可是我们看到经文这样的内容 至少我们就在我们的心里 就种了这样的善根的种子 那这样子也算是说 我们将来我们也能够慢慢的去成就 这样的一个种子的一种开花结果 所以说一路而根结成菩提果 这个是非常的殊胜的 所以佛法从闻思修来成就 那闻是有闻的智慧 听闻到 他本身也有从理路上面 知己的这样子的力量 然后再进入思维 就是思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 对于听到的这样的法 我们再细细去体会 然后跟我们自己的习性 种种的这一些的境界 那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照 然后提升 然后到修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正确的方法 让我们能够实质 就是趋向能够成就我们所听到的这样子的高的境界 所以修的时候可以说就从基础 或者是说我们从听闻到的这样的境界 我们能够得到实质的利益 那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能够契入的这种点 其实也没有一定的层次 所以我们修有一个层次 可是当我们听到的是佛的境界 像我们在这里是华言经 是诸佛菩萨的境界 那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证到 可是我们在相对的 也有文 听闻的这种种子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以思维 那这个时候它也是有高于我们基础的这种境界的这种影响力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开始学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在这一世我们对佛法还不熟悉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是很安分的从这样基础界定会这样来修 那如果到我们的这种习性 就是澄清了以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过去 我们曾经遇过佛法 我们过去也曾经修行过的这样的善根 它就会发起来 所以叫做善根发向 那到了善根发向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不一定说 我这一世我是初出学佛 那我一定就是初击 那个初击是一个阶段 那到了我们初击的程度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在这一世的这种习性 都把它安定下来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呈现我们内心本身 过去曾经修过的这种善根 那这个时候它的层次 可能就一下子可以跳跃很多极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学有先后 那可是他要证悟的这种境界的人 就不一定有先后 就是有的人他是先学 可是他所成就的不一定 就一定是在后学的人的前面 那后学的人他不一定 就一定在先学的人的后面 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三根正常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我们遇到佛法的这种 初出的这一段的阶段 我们就是要更加的有这种精进 还有忍耐 然后要有这样子的付出去了解 这样的一个这种基础 那让我们的这种就是陌生 那不熟悉的这个过程 一定要经历过 那到了我们熟悉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有这种 好像很相似 然后过去的这种 这个善根就发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在我们过去的善根上面 再更加进展 所以我们在这段的时间 更加要忍耐 所以从我们见到善财童子的 这样的参访的善知识的过程 我们也知道善财童子 他现在在参访 普贤菩萨的这样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 实际上也就是历经前面 五十二位的善知识的教导 所以他也是这样子累积 到最后的时候 他要完全进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也是这样累积起来 那只是说我们中生的累积的过程 我们的层次是比较低的 那善哉同时 他是等于是大根器的 这个菩萨的这样的根器 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境界 就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可是从经文里面 我们也算是可以开展我们的见解 那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 所以也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在进入善才同时 第五十三参的普贤菩萨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介绍一下 就是在八十华言里面 他所介绍的善才同时 他要去参访普贤菩萨的这样的过程 就比较维系的这一些的教化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平常 就是对普贤菩萨所熟悉的十大院 那这个的内容之外 我们比较少见到的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 依照《华言经》的内容 来介绍善才同时五十三参里面 这样的更殊胜的内容来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接着 在进入经文的部分 也就是善才同时 他从发心 然后要渴望见善才 见普贤菩萨的时候 那么他心里所发起的 这种种种的殊胜的心 那得到他自己的善根力 还有一切诸佛的加倍 还有普贤菩萨的善根力的加持 所以他先见到了十种瑞相 那接着他又见到十种光明相 所以我们这个经文的部分 就从这里再开始 那我们来称念三参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圣号跟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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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里面的十种光明相 主要的也就是善才同志 他见到一切世界的所有围城 所以我们所说的 在这里的境界 都是非常维系的 所以说一切世界见到了 这个是大的宽广的世界 可是又见到一切世界的里面的围城 我们不要说一个世界的围城 我们就以我们现在的空间 这个空间的围城我们也没有看到 就是所有围系的这个尘埃 那每一个尘埃都出一切世界的围城数 佛光明 就是每一个尘 这围系的这个围城 那都可以出一切世界的围城数的 佛的光明云 是这样 就等于是说 这个围城里面 它又具足一切世界的 这个围城数的佛 就等于说除了这个围城之外的所有的一切世界都包括在这个围城里面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像我们常常听到说一个戒指能够包太虚 就是等于说一切这个围城之外的这么大的所有的一切世界都在这个围城里面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种理解 如果我们不了解就是要靠一些我们的想象力 那这个部分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能够去体会说佛经里面的这种围城 是多么的这种细心 所以我们现在以科学来说 我们有这种放大镜 所以就看到说 这个水分子 就是我们平常只看到水 那原来水分子里面它还有各种的结晶体 那我们一个 这个血液一滴里面有多少的细胞 然后这个细胞里面又有白血球 红血球 血小板 那每一个里面又有更维系的各种DNA还是什么样的成分 那这个都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 可是在显微镜下面就看到 那如果说我们的科技又该进步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又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加维系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批语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佛经里面所讲的这种维城术 实际上是从我们的这种心的安定下来 它所看到的这样的维系的世界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就是用一种相对性的 就像我们人 我们是体积比较大 可是我们跟相比起来我们就比较小 那如果我们又跟这个蚂蚁来比 我们又大很多 那这个蚂蚁我们就看到它 喂一点点的这种面包蟹 这种饼干蟹 我就一大群就很忙 就在搬来搬去的 我们就觉得 这么小小的东西 你们也这么忙 还要靠这么多的这种群众的力量才能够抬得动 那我们就知道说 实际上除了我们人这样子的体积之外的 那么还有很维系的 那还有比蚂蚁更细的 那所以说我们空气里面的这个围城 实际上就是代表我们世间眼睛可以看到的最小的一个单位 那从这个最小的单位里面 它又可以包括这样子其他所有广的这种世界 那就表示说 这个城本身它是非常的透明 是非常的光明的 所以它才能够看到其他一切的世界 就等于是它互相是相容的 所以它无碍 所以这么细 实际上它看到其他一切世界 那就表示说 这个细的本身它跟所有外在的 它是相同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一个人这么大的体积 相对的这个一围城 我们的人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看不到啊 因为我们就看到一个人 就是硬邦邦的人就是人 它遮住的后面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 还有它里面身体里面的各种的器官我们也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是有直爱 有物质性的障碍 那我们的这个就不够透明 所以我们这个射身本身就是一个障碍 所以我们从这个射身所形成的 我们另外就是还有天界 它的物质性就更加的维系 那乃至呢到色界无色界 那那个呢就更加维系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是主要的是要让我们从经文里面说 一一城就是一个每一个的围城里面 都看得到一切世界的围城数 它都是用围城来说的 那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用这么多的批语 那实际上呢最主要的还是要让我们的心啊 能够培养更维系的观察 是这样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比较不会呢 就是被我们的心啊 基本上呢也障碍了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的心呢实际上就是 都是占据了所有的形象啦声音啦 那这一些的这种影子 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没有办法 恢复我们心本来的面貌 所以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镜子啦 或是一个虚空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眼睛看到的 或是耳朵听到的 我们心里有执着了有过爱了 那我们就住在这个相上面 这个境界上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本来像虚空一样 结果呢就变成了只有这个对象 那就再大的这种心的这种 它的本体呢 也就被这个小小的这个相呢就障碍住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啊 来了解啊实际上在佛经所讲的这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呢 它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没有这些障碍的时候呢 它层层无尽的这种全底线的境界 所以善才童子所看到的这个十种的光明像呢 全部都是在于每一个维系的维层里面 所显现出来的光明无限的整体的世界 所以都是互相能够会通的 所以在这十种的光明像呢 都是从每一个维层显现出一切世界的维层数的 这样的光明这种境界出来 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不一条一条来介绍了啦 最主要的呢就是从这一些的境界显现出来 整个的这种法界互相的这种无碍 是光明的 那善才童子呢他看到了这十种光明像 也就是说先十种瑞相 然后又十种光明像啊 他自己呢他就非常确定 他就对自己说 他说我今必见普贤菩萨 他就因为看到这十种的瑞相 十种的光明像 都是看到一切佛刹的这种清净的境界 又看到一切的尘里面包含一切的 这个世界的维层数的这种佛的境界 就等于是从小跟大 那整个的大跟小都完全是一体的 他就知道说 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的解脱境界 是无碍的境界 所以他知道 因为他刚刚已经最早的时候 有文书菩萨的这样的指点 他已经在观察普贤的解脱境界 所以他现在看到十种瑞相跟十种光明像 实际上也是跟普贤菩萨的解脱境界是一致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他自己很确定的说 哦 那我现在心里渴望能够见到普贤菩萨 那现在就有这种境界出来 那就是普贤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他自己很确定说 那我一定可以见到普贤菩萨了 那我能够见到普贤菩萨呢 我一定又能够争议善根 又把我本身所具有的善根呢 在增加 增长 然后呢 就能够见到一切佛 所以这边呢 这种境界都是无穷无尽的 他说的一切佛呢 是包括一切围城里面的一切佛刹的佛 那于诸菩萨广大境界呢 身决定节 得一切志 就等于是说 他也能够呢 在参访各大三知识的过程呢 到了见到普贤菩萨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会通诸大菩萨的广大境界 而身决定节 就是他都能够理解这样的境界 而且得到一切智就是成佛的智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善才同志他就普色诸根 普色诸根的意思呢 就是说把他的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还有身根 就是我们身体的触觉 还有我们的一根 就是我们能够思维啊 这个心念的这个一根 六根 就是称作根啊 就是因为他能生 就是我们眼睛呢 叫做眼根 因为我们一看到外界啊 我们就能够生种种的响 所以他叫做根 就像树根一样啊 他就能够长树木啊 能够伸展 就是有能生的这样的意涵 那耳朵也是啊 那我们能够听的这种能力 就是叫做耳根 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呢 我们大部分就是 往这种 这个听到的声音呢 去跟我们过去的经验连结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 我们的习性的范围里面去发展 可是现在善哉童子呢 他就是普色诸根 就是把他的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呢 都把他专注起来 怎么样呢 一心求见普贤菩萨 比如说他眼睛呢 他不看外界的境界 眼睛呢 只是想着要见普贤菩萨 那他的耳朵呢 也不会去听其他的什么声音 也不会被他听到的声音呢 去牵引去想这一些的声音是什么 他耳朵呢 他也收射起来的 只是要想听到普贤菩萨的教化 然后鼻子也是啊 鼻子也是很专注的 就是想要闻到普贤菩萨的对象 那一定是普贤菩萨是放香的 所以都没有这个根呢 都没有向外求其他的这一些境界 那舌头也是啊 那这不简单 可是呢 又表示 善才童子呢 他自己本身对他的六根啊 其实都很熟悉 很熟悉说 我的眼睛在用是眼根 我的耳朵在听是耳根 我的鼻子在闻是鼻根 我的舌头在吃东西是舌根 我的身体有触觉是生根 那我的心在想这个是我的意根 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也是历经了说 我们从凡夫众生呢 只是去用 而不知道这个是根啊 然后慢慢学习慢慢学习 我们才熟悉了 那怎么能熟悉呢 就是有我们六根对了六成的对象的境界啊 我们开始有检查 开始不被这一些根的对境所牵引 那这个时候就是收射 收射了我们的眼睛 就是收射我们的眼根 不随便看 那看的时候呢 没有随便被我们看到的这个境界所牵引 那这个时候就是收射眼根 那收射耳根 收射鼻根 收射我们的舌根 收射我们的生根跟益根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就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去体会啊 我们每一根每一根的这样的作用 还有我们平常都是习惯被这个 这个株根的外境所牵引 那慢慢的我们才会一根一根学习收 这样的时候呢 才能够了解呢 善才童子它是朴色株根 就是这六根它全部都 守起来就等于不受外境的干扰了 所以呢 它倒向于一心求见普贤菩萨 所以 眼耳鼻舌身意 都专注在普贤菩萨的这种求见上面的 这样的专心意志 所以它这个时候呢 就叫做起大精进 这个大精进呢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要能够六根起修 六根起修 就是一根都没有跑掉 那实际上我们如果一根跑掉 实际上全部的心就不见了 我们的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六根上面 那我们能够一心求见普贤菩萨 就是六根收射 那起大精进 所以心无退转 就是没有被外界的境界牵引 所以它的心是一心向普贤菩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以普眼观察十方一切诸佛 诸菩萨众所见的境界 皆作得见普贤之想 所以它这个时候啊 因为专心一致 普色六根要来求见普贤菩萨 所以它这个时候呢 它也能够运用它的普眼 就是它自己本身呢 可以起这样的观察力 就看到的这个十方一切诸佛 跟诸菩萨 它们的境界啊 它都把它当作是见到普贤菩萨 是这样 所以就等于是说 它的心专注在要求见普贤菩萨上面 然后它所见到的 所听到的所有一切的境界呢 它乃至可以转化为普贤菩萨之想 是这样 所以它不但是专注 而且它本身呢 有很大的这样的决定力 全力力在决定它的心 要把它想成什么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善才同指的这样的一种 不可思议的这种很大的力量 可是如果我们众生的境界 我们来想想看啊 就是说 好 那我们要普射 我们的六根都很不容易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这种逆境啊 那这一些的障碍的时候呢 我们心都难免都会被这个境界所牵 但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逆境的